Hello 大家好 我是陆紫妍 大家在玩水彈槍的時候都會佩戴護目鏡 來保護好自己的眼睛 但如果是玩正人CS 只戴上一個護目鏡 那絕對是遠遠不夠的 你必須把自己的整個頭都包裹起來 這樣才會更安全 所以今天就給大家測評一款 在正人CS裡面常用的判定頭盔 朝這裡面裝了什麼 首先我們看這個頭盔 和摩托車上面的頭盔還有點像 戴在頭上 有點鬆 這樣就好多了 下巴也裹住了 嗯 怎麼樣 像不像摩托車上的頭盔 哇 就差一輛摩托車了 騎上我的小摩托車就可以走了 騎上我親愛的小摩托 他永遠不會獨窗 簡單的來給大家介紹一下它的構造 前面是一個全透明的護目鏡 可以進行上下調節 使用的時候就把它按到最底下 來保護好自己的眼睛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顯示屏 上面有數字用來顯示你的生命數 然後在頭頂的上方有一個白色的燈 如果被擊中 可能就會亮一下來提示 在它的側面也有個小喇叭 你可以從那個小喇叭裡面提到一些提示音 在這裡是它的電池艙 用來裝電池的 在電池艙的底部 有一個網線接口 這個網線接口就是用來連接防彈衣的 不過這次我們只買了一個感應頭盔 如果大家喜歡這期視頻的話 下次我也可以把這個防彈衣買回來 連在一起來測試一下 在頭盔的內部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內電 這裡還有個下巴托 可調節卡扣 買頭盔的時候一定要記住 買這種有內電的 要不然大家磕得你腦瓜子都疼得不行 然後我們再看這些小零件 瞧 有一個遙控 還有一個鎖槍芯片 一把鑰匙 充電線還有電池 一份說明書 上面畫的都是電池板 看起來好複雜呀 趕緊先把電池充好間 研究一下這個說明書 我們就可以對它進行測試了 打開電池倉 先把電池塞進去 先把電池塞進去 用鑰匙打開 歡迎來到PVUG戰場 Welcome to PVUG Depth 我們用遙控給它加密 1 2 3 4 5 6 加6條命 可以加密也可以減密 我們按一下減 好 減到3了 在用遙控的時候 一定要對手這裡 加密 加到6 開始 拿我們的槍 試著打一下 怎麼沒有反應呢 還是顯示有6條命 這一點都不靈敏啊 咋回事呢 來試著敲一下 被擊中 U無窄 被擊中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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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窄 還有1條命 請小心 You have only one health Stay terrible 这个头盔的灵敏度太低了 我必须得使劲敲打它才有反应 看来得需要瞧一下 重新给它调一下灵敏度 要不然这个灵敏度太低了 根本就没反应 白开头盔的内垫 瞧 这里面有各种芯片 还有线路 我们需要找到调节灵敏度的按钮 调一下 这个怎么操作呢 不行 我得把它寄回去到商家重新给我调一下 还是让专业的人士来操作一下吧 有点操作不了 今天真的是没办法给大家演示了 另外这里有个锁枪芯片 这个锁枪芯片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当你的命数为零的时候 有了这个芯片就可以自动把这个电池给锁上 它安装很简单 把准备好的水电枪拿出来 一头连接我们的水电枪 一头连接它的电池 不过呢 这两个接头 你瞧 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接头呢 还不是通用的 我发现这把野能冲烹枪根本就装不了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坑 没办法连接 不匹配 我还说可以用它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锁枪芯片也没办法演示了 所以说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一方面是要让店家把这个灵敏度给调高一些 要不然打上去根本没反应 另外呢 就是它这个锁枪芯片 一定要看是否和你的水电枪匹配 要不然买回来也没办法用 今天的测评真的是比较失败了 没办法给大家演示了 下期调好了 再给大家好好的演示一番